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有沒有看過《夜行鬼怪》 這個韓國綜藝節目呢 他們是專門晚上出動去找美食 每次看完我都會馬上上網找資料 但節目所介紹的美食 很多都是因為時間的限制 和太偏遠了 對於我們這些旅行者來說 不是那麼容易可以嘗試到 這是最有名的 抹茶蓮拉起司 這裏有名的 是醬納粥 醬納粥 是醬納粥 是醬納粥 看到韓基為了吃芝士 差點嘴買下去 看到我都流口水 所以決定放入這次韓國必食行程之一 這間叫月亮吐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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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所介紹的小食車 是位於虎山松亭海水浴場附近 只有晚上營業 位置挺怨下的 幸好他們最近在西面和南浦洞 都有開到分店 不需要走那麼遠 這次所去的分店就是位於西面站 樂天白貨7樓 而這間營業時間是由上午10點半 至晚上7點 和重庭小食車剛剛相馬時間 吐司分別有幾款 原味、辣味、芝士 除了吐司之外 還有提供飲品可以買 下單時 它會給你一張紙紙 寫上你的名字 要什麼吐司 或者要什麼飲品 如果不懂韓文 可以寫一些簡單的英文名 因為它會叫你的名字去拿吐司 我當然是叫了最受歡迎 可以吃到拉絲的芝士吐司 4000瓦一份 大概28港元 吐司麵包是先會用上牛油煎香 上面灑上砂糖 再加上蕃茄醬和芥末醬 之後上面放上蛋餅和半熔芝士 最後就會用紙杯裝著給你 一份吐司是會有兩件 麵包煎得非常香口 蛋餅裡面加入了蔬菜絲 鹹鹹的 吃下去挺有口感 魚本以為加了這麼多糖會很甜 但所有材料配合起來 出奇地非常美味 最大重點是它有超大塊的半熔芝士 它們是用上水牛芝士 口感煙韌 柔軟香滑 很多人都是因為這個芝士而慕名而來 由於是非常重口味的吐司 建議大家一定要買東西喝 難怪它成為了重庭必食宵夜之一 不過我只顧著拍照 芝士很快沉在杯底 所以一定要趁熱來吃 吃完之後 我覺得這個會成為我每次來到釜山的必食食品 不知道大家心目中 No.1的韓國吐司是哪一間呢? 又會不會是我吃過的其中一間? 歡迎大家留言告訴我 如果喜歡以上的分享 記得按LIKE和SHARE出去 想知道更多韓國美食 記得訂閱這個頻道吧 請訂閱這個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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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這個頻道 支度足夠